三少 短暂的交手令唐三有些迷茫 难道我的判断是错误的 这玄规并不是防御了五魂吗 不 不可能 老师多年的研究怎么可能会错 这个仓规学院老师的五魂明显未出现变异 可他这寒气森人的魂迹却难对付得很 殊不知 唐三他们惊讶 叶之秋的惊讶更甚 四个少年合力发动的攻击 虽然没有伤到他 却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尤其是马红俊喷吐出的凤凰火线 令叶之秋深刻的感受到 这种火焰似乎正是自己的克星 如果不是那个小胖子的魂力太低 自己的悬水是万万抵挡不住这种古怪火焰的 而戴木白刚才拍在他硅甲上的那两掌 附带着魂力魂厚霸道 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 虽然有硅甲护体 但还是令叶之秋体内一阵气血翻涌 毕竟旋规护体只是他的第一魂环迹 虽然旋规本身擅长防御 但只是第一魂环剂的防御力终究还是有限的 最令叶之秋吃惊的是眼前这四名少年之间的配合 虽然他们配合本身还很声色 不能达到圆容如意的地步 但他们相互之间的能力却有着很强的互补性 一个强攻近战 一个闽攻游击 一个控制系 还有一个远程攻击 相辅相成之下 使他们的攻击力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出来 这史莱克学院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 他有哪里知道 他眼前的这七个少年男女 就已经是史莱克学院的全部学员了 正在这时 一个懒洋洋的声音突然响起 打断了这场战斗 大晚上的 你们不去休息 跑出来干什么 唐三愣了一下 已经放在二十四桥明月夜上的双手 下意识的垂了下来 正准备施展自己第三魂环技能的戴木白 听到这个声音 下意识的停了下来 身形飞退 拉开了与叶之秋之间的距离 一个高大的身影 出现在众人视野之中 来的正是赵无极 都回去睡觉 赵无极连看都没看 仓辉学院那边一眼 一挥手 就命令所有史莱克的学员们回酒店 他这一搅和 叶之秋不干了 等一下 赵无极有些不耐烦的回过身 什么事 叶之秋冷声道 你是那什么史莱克学院的老师吧 刚才你们学院的这几个学员 侮辱了我们仓辉学院 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一个交代 交代 有什么可交代的 仓辉学院 不就是个垃圾学院吗 他们的话 也不算侮辱 赵无极是什么人 当初他也是魂师界赫赫有名的混世魔王 虽然不是最强大的那一类 但也是相当恐怖的存在 面对一个五十几级的魂师 他自然不会将对方看在眼里 不论是他还是史莱克学院的院长弗兰德 都是孤傲之辈 在这个方面 戴木白的性格和他们是最像的 一 叶之秋大怒 也不再辩驳 大步朝着赵无极的方向 就走了过来 看他那气势汹汹的样子 明显不打算善罢甘休 赵无极转过身 朝着已经聚拢到自己身边的七名少年道 你们真够废物的 连一只老王八都搞不定 等回学院 我再收拾你们 胖子好心提醒道 赵老师 那老王八来了 赵无极冷哼一声 都滚回去睡觉 丢下这句话 他这才转过身来 全身冒着森然寒气的叶之秋 也正好来到了近前 大家用实力说话好了 赵无极一脸巨傲 也不使用五魂附体 右手抬起 一巴掌就朝着叶之秋拍去 叶之秋此时 已经被彻底的激怒了 潜水冰封全力释放 强烈的含义席卷向赵无极 同时身体背转 用龟甲去抵挡赵无极的手掌 他心中暗想 你也太自大了 就算你的魂力在我之上 连五魂都不用 我就让你吃个大亏 可惜吃亏的并不是赵无极 之前给唐三等人 带来不少麻烦的悬水冰封 到了赵无极身上 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而下一秒 叶之秋的身体 已经腾云驾驶一般 被赵无极一巴掌抽了出去 乌龟壳上出现了一大片裂痕 足足飞出去十多米 才重重的摔在地上 赵无极向叶之秋的方向 揪出一个不懈的眼神 这才转身 带着史莱克的学员们 朝酒店走去 一边走还一边嘀咕着 不使用五魂书人的感觉 果然不错 难怪 早在戴木白他们挑衅 苍辉学院的时候 赵无极就在楼上看到了 他本来是不想出手的 让这些孩子们 在实战中多练习练习配合 但后来眼看着 唐三戴木白等人 围攻叶之秋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他立刻想起了 不久前自己被痛揍的情景 一时间手痒 没忍住就走了出来 只是他也没想到 那老乌龟竟然这么不斤打 一巴掌就拍飞了 当然 真正的原因 赵无极也不是不明白 对方用的防御技能 是第一魂环的 最后两个千年魂环的技能 都还没有使用 不过 一巴掌将叶之秋拍飞 他也没心情再和这种实力 比自己弱小得多的对手纠缠了 此时 给他的感觉 就像是那天 自己站在那个人面前 叶之秋 在众多仓辉学院的学员 搀扶下 勉强爬了起来 张嘴吐出一口鲜血 后背 宛如压着一座大山般 有些喘不过气来 心中 也不禁骇然 对于自己的防御力 他再清楚不过 对方连武魂都没有使出 随手一掌 竟然能伤到自己 就算对手是一名力量型魂尸 这实力差距也绝不会低于15级 甚至更多 一想到对方的魂尸等级 叶之秋就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愿毒地朝着史莱克学院众人 离开的方向看了一眼 这才带着一干学员 灰溜溜地走了 其中 那名女学员在临走的时候 还特意朝着戴木白看了一眼 奥斯卡脸上有胡子 唐三相貌并不算如何出众 戴木白的协谋 显然最具有吸引力 至于胖子 那是一向被女孩子 直接忽略的角色 当然 戴木白并没有注意到他 并不是说这头白虎有多纯洁 实在是因为他眼高于顶 美女见得多了 品位远不是胖子所能相比的 一边往回走着 赵无极一边没好气地说着 你们几个 真是给我丢人 这次嫌弃着 回去以后 看来我要给你们进行特训呢 唐三几人面面相去 却都没有反驳 脸上反而皆挂着几分笑意 这位不动冥王 明显是户短 怕他们出事 却不肯明说 二三十级的魂师 和五十几级的魂师对战 还没有落到下风 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怎么也算不上丢人 更何况 他们几个人里面最大的 才十五岁而已 赵无极的目光 突然转移到宁荣荣身上 张才 你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武魂 辅助大家 宁荣荣大眼睛眨了眨道 那时候不适合 没有人知道 我是七宝琉璃宗的子弟 关键时刻 我在发动武魂的话 效果会更好 更有突然性 其他人都向宁荣荣 投去疑惑的目光 唐三却点了点头道 出其不易 攻其不备 效果会更好 如果是木白 在市长白虎金刚变的时候 力量和速度 突然增加百分之三十 恐怕那个玄规魂王 也要吃亏 听了唐三的话 赵无极 诗然的点了点头 陈生道 你们要记住 你们七个人 既然都进入了史莱克学院 就是一个整体 你们都是学院的小怪物 以后出去 也可以称为史莱克七怪 彼此要相互帮助 以你们的天赋 如果再有良好的配合 战胜比自己强大一些的魂师 也并非难事 是 张老师 在众多平民 艳羡的眼神之中 史莱克学院一行人 回酒店而去 一夜无话 第二天清晨 天刚蒙蒙亮 赵无极就用他那红亮的嗓音 将所有人都叫了起来 唐三倒是无所谓 他每天都起得很早 早已经养成了良好的作息习惯 但对于其他人 尤其是奥斯卡这样试睡的 就有些痛苦了 以至于在吃早饭的时候 大多数人还处于朦胧状态 太阳从东方徐徐升起 令那一抹余度白色逐渐放大 天渐渐的亮了 唐三虽然每天都会看到这一幕 但不论重复多少次 那种光明出现带来的感觉 却依旧会令他内心为之震撼 太阳的光芒将黑暗驱散 代表着新的一天已经来临 出了小镇 诸人加速前行 这里距离星斗大森林已经很近了 诸人全力赶路 最兴奋的自然是即将得到 自己第三个魂环的奥斯卡 他很想知道 自己的第三个魂环 究竟能带来怎样的增强效果 他知道不用自己提醒 赵无极也一定会带着大家 至少猎杀一头普通点的千年魂兽给他 星斗大森林坐落于天斗帝国正南方 森林横跨两大帝国 由于这里魂兽众多 这也是两国国境线最不分明的地方 从地图上来看 星斗大森林大部分面积在星罗帝国境内 当然天斗帝国是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的 作为三大野生魂兽聚居居地之一 这里自然是魂师最希望能来的地方 因为每次来到这里都意味着他们就要进阶了 星斗大森林存在于斗罗大陆有多少年 谁也说不清楚 但走进森林之后 那遮天蔽露的茂密却足以告诉人们 它存在着久远 远远的 唐三隐约感觉到阵阵清气从正面吹拂而来 带着植物清香的味道 沁人心提 说不出的舒服 深吸一口清新的空气 全身三万六千个毛孔 仿佛全部舒展开来似的 那种感觉是难以言喻的舒爽 运气此几魔童急目远眺 唐三看到的是一片绿色的海洋 前方那一望无际的绿色 看上去是如此的震撼 那令人舒适的清气就是由此而来 终于他们来到了星斗大森林面前 高大的树木至少超过二十米以上 这还只是最外围的而已 茂密的森林根本没有路径 树影重重 看不到其中真实的景象 来到森林前 空气变得更加令人舒适了 仿佛温度都下降了几分似的 清爽的感觉带着湿润的泥土芳香 不断刺激着众人的嗅觉 都停下 赵无极开口了 众人停下脚步 上百里的前行令他们的身体都已经热了起来 尤其是奥斯卡和宁荣荣 作为辅助魂师 他们的身体素质虽然也不错 但却终究不能和唐三他们相比 奥斯卡低声吟唱着他那猥琐的咒语 递给一人一根香肠 经过这几天的磨合 大家对他的香肠已经不再反感 香肠入腹 化为滚滚热流 恢复着众人的体力 大家的情绪都变得高昂起来 赵无极严肃地看着面前的七名学员 你们给我听清楚了 星斗大森林可不是国家圈养魔兽的那种地方 这里面的魔兽都极为危险 你们随时都有可能面临千年 甚至万年级别的浑兽攻击 因此在进入森林之后 你们谁也不要离开我身体二十米以上 宁荣荣 奥斯卡 你们两个更要贴身跟着我 没有我的命令 谁也不许轻易攻击浑兽 听明白了吗 明白 奥斯卡飞快地吟唱着咒语 一会儿的功夫 手中就多了一大把香肠和腊肠 他递给美人一根香肠和一根腊肠道 我的香肠能够在空气中维持十二个时辰的活力 也就是说 十二个时辰以内吃下它就会有效果 香肠恢复治疗 附带冲击 腊肠的主要作用是解毒 中人纷纷接过 小心地收在身上 他们明白 奥斯卡是怕面对危机的时候 来不及把香肠给他们 这才先给他们一些 魂力的不断释放 令奥斯卡的脸色有些苍白 幸好又落腮胡子遮盖 才不算明显 他幻化出的香肠 对别人的作用都很好 对自己能起到的作用却只有三分之一 与魂力的消耗基本平衡 因此 他的魂力消耗后就只能通过冥想来恢复 当然 香肠的冲击作用对他也是有用的 赵无极看了众人一圈 见面前的七个少年都已经准备好了 这才一挥手 出发 这一次 赵无极让戴木白和唐三一起走在前头 他亲自断后 跨出了进入星斗大森林的第一步 进入星斗大森林后 最兴奋的就要数小五了 他似乎一点也不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蹦蹦跳跳的说不出的开心 看得赵无极直皱眉头 但小五也没有超出他限制的范围 他也就没有多说什么 星斗大森林内的地形非常复杂 森林中根本没有路 这开路的工作自然就落在了戴木白身上 用出五魂附体 戴木白白虎掌上利刃弹开 双掌挥舞之间将前行中的荆棘割裂 一点也没有影响大家前进的速度 唐三紧跟在戴木白身后 将自己的视力和听力都提升到了最强状态 小心翼翼的观察着周围 大师曾经专门给他讲述过 关于野生魂兽的知识 野生魂兽的攻击性极强 而且对以猎杀他们而提升实力的人类极为憎恶 最可怕的是 在野生魂兽之中有一些是集群的 也就是说很有可能会议到一群实力强横的野生魂兽 在这种情况下 除非魂师本人实力惊人 否则就很难抵挡了 所以大师千叮万主 一旦进入野生魂兽的范围 就一定要万分小心 不能有任何失误 否则的话就很可能会迎来灭顶之灾 大师之所以让唐三来到史莱克学院学习 其实并不是让他来学习什么东西 史莱克能教的大师又怎么可能教不了 但大师却受到自身实力的困扰 虽然教导唐三没有任何问题 但唐三到了三十级以后 他却不可能再辅助唐三获得魂环了 三十级所能承受的魂环是千年级别的 千年魂兽在国家圈养的地方非常少见 属性好的更是少之又少 只有到野生魂兽聚居地 才有可能发现合适的 因此大师才让唐三到了史莱克学院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希望凭借史莱克学院老师的实力 帮助唐三获得合适的魂环 很快他们就遇到了魂兽 而且是一群魂兽 在赵无极刻意压低的声音中 众人停止了前进 这群魂兽是唐三率先发现的 是一群镊齿幼 这种魂兽身材不大 攻击力也不算很强 但他们的牙齿却非常厉害 能够咬穿金铁 唐三一只手拉住在前面披荆斩棘的戴木白 一只手在背后向众人摇了摇 事宜没有危险 凭借大师传授给他的经验 他一眼就看出 这一群二三十只的镊齿幼 只不过是十年魂兽而已 镊齿幼的嗅觉很灵敏 在这种距离显然已经发现他们 但却并没有什么表现 显然是对他们没有任何兴趣 唐三向侧面指了指 戴木白心领神会 朝着侧方继续展开荆棘 帮助大家前行 一边向前走 戴木白一边低声问唐三道 我们为什么要绕着走 刚才那些烈士又不强 杀了就是啊 唐三微笑道 他们对我们又没有威胁 何必下杀手 要是所有魂石都这样的话 多年以后 这森林中还能有魂兽吗 更何况 我的老师说过 在野生魂兽森林之中 就算遇到了低等魂兽 也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一旦和他们发生战斗 血腥味和声响 很有可能将强大的魂兽招来 我们还是小心一点好 戴木白心悦成福的岛 你的老师一定是一位 非常强大的长者 这都是宝贵的经验 唐三想起大师的无奈 脸上不禁流露出一丝苦笑 强大 大师和这两个字 似乎还靠不上 这也是大师一生之中 最大的遗憾了